大家好,歡迎來到攤爛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主 大家好,歡迎來到攤爛韭菜 攤爛韭菜,我是Norad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39分 那我們就來錄製今天的第二部副盤影片 那剛剛又多新增了一檔 那其實這檔應該也是看不出來 不過我們待會再來看一下比較細微的一個部分吧 然後這部影片總共是 應該是11檔 那我們就從這個美麗檔開始來看吧 OK,那看一下好 曾經的美麗檔應該算是有在打底的感覺 但是他一樣,始終沒辦法突破嘛 然後呢 算是在上禮拜的禮拜三 禮拜四 跌破了 然後今天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拉回 但是這個拉回呢 我自己去想到的是 跌破後 拉回 再次往下 那 這個是空方的格局 今天呢 這個高點呢 或許就是一個有可能往下轉的一個最高價格了 那再來呢 有一個想法是 跌下來呢 下上來嘛 那可能又會下去 守住下來 然後去突破 那這是第二種 第二種 那還有沒有第三種 有,第三種 第二種是 我這邊有點話說 第二種是這裡 這樣子 平的 這個是平的 或者是說比較高一點 那第三種是 跌破後 拉回 跌得很低 然後再拉回 這樣子 這樣子 那講講好像還有第四種 那這邊一次講 第四種應該是這樣子 拉一點點回來 就往上 這樣子 所以目前呢 總共有三種圖形 那他已經完成了那個 算是 第一階段 就來碰頂 那接下來會往下去走 不確定 然後我 時常在講 我說 做多做空呢 就是一樣的 相對來說是一樣的 那你覺得說他現在是怎樣 破線呢 那你去做空 那或許呢 他這邊打一個WD 最後又拉回來 那或者是說呢 你認為呢 走馬 A B C A段 D點 B段反彈 C段呢 跌破A段的就叫C C C點 那你覺得跌破C 跌破A點的時候去做空 結果勒 強力把你尬上來 那最後 突破呢 那就是一個最慘的情況 那如果說 好一點 可能就打到這邊 又下來 所以說這個也很難說 一彎下來呢 又抓了又變成一個頭監體 對不對 所以你說簡單嗎 不簡單 那這邊所有的操作呢 最好最好的操作 個人覺得啦 就是在他 翻回來的這個地方 翻回來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在做操作最好 所以說他一樣 好像打出一個頭監體 那可能他有機會 再來比如說右肩做 但是右肩有可能可高嘛 可低嘛 只要比較跌破最低點 都叫做頭監體 所以說目前來說 以這一個 這一檔來說 要嘛 你覺得說他下去 你就去做空 要嘛 你覺得說他會做 他有機會回來 那你就等待他 回歸到 我拿一天手板回歸到 白色線 那再看吧 就基本上全部呢 都解釋解釋了 那現在就剩下時間 讓他去做一個發酵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劍大 那 劍大 我看一下喔 嗯 之前這裡呢 我認為他有可能打底 走一個W 然後他失敗了 我們這邊把它刪掉吧 然後這邊就直接 阿薩里的劃過去一條線 就這樣吧 好 然後 這個 這個一樣啦 我說這個線呢 有時候啦 上升趨勢線並不是你拿來做單的 而是拿來看整個趨勢 像是這一根破線 你在這邊做多的人 你在這個資上做多的人 你都要小心嘛 因為他是一次跌破兩根線 一次跌破上升趨勢線 一次跌破了這個 低點的這條線 好 直接收破 那其實這一根 這一根跟這一根比較明顯一點啦 那最明顯當然就是這一根嘛 3月16號 對啊 他跌破了 所以說目前這個都是小格局 大格局是看上去就好 盤整 所以說目前我覺得 嗯 還有的盤吧 那如果說 你在這邊去做進場的人 這是第一種 第一種可能成功了 成功反彈了 第二種我發生什麼事情 就一樣 我跟剛剛那個美利打一樣 他跌破 跌破就在底部打一個 或者說他不打了 打一個回來說 好事嘛 所以說這地方我比較建議的是 嗯 去做破底翻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對 不建議去底接 沒有資金的效率啊 對啊 好我們來看這檔 永星喔 嗯 基本上這個 這應該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之前有抓進去當 會員個股 然後後來呢 在這邊掙扎了一陣子之後 還是跌破了嘛 這一根應該就算是跌破了啦 這一根算是跌破了 所以說跌破了就做停損 那目前的支撐 我也不太想去抓了 好有可能會 嗯 有可能跌到這個最底部 這個白色的要線的 這個位置 可能跌到 這裡吧 那如果說 盤情稍微好一點點的話 或許是 在這邊一直盤整 上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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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然後最後到這邊採取機會 再做一次反彈 所以說他的 他的頂呢就在這裡 那底就在這裡 上上去去就先 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這地方都跌破的話 那你說他有可能直接往下崩跌嗎 有可能 那當然有可能呢 他其實是 來側 他前面的一些底點 對所以目前 還沒破之前就先講這邊的格局吧 反正呢 嗯... 就該停損還是得停損 停損才有多一點資金做別的事情 我現在已經覺得不停損 就真的很難這個啦 很難去想像說 如果說你是在去年做股票的人 該怎麼辦 去年超多電子股頭300塊一度砍一砍 砍到腰斬了150可能還不夠 砍到120、110才開始做反彈 所以你現在不學會停損 將來你就算現在賺了多大的資金 以後一定也會賠回去 所以我剩下另一個 另一個這樣的一個Flag 我覺得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那 這個加龍的部分因為受到這個 算是黃金嘛 那時候我們有看那個黃金 黃金上漲 那我自己個人那個花一個底部在這裡 那時候是 這個 美元指數呢 開始在反轉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 這個2月2號 大家看一下2月2號 2月2號在這邊 美元指數開始反轉的時候 他就有回落到這裡 然後蠻可惜的是 反正就是我沒有做操作 有的話 現在應該是蠻開心的 因為 就是拉了一個 很不錯 很不錯的一個漲幅 那他在 應該還是持續在上漲 然後到達這個Level 那 如果說我們回來看加龍的話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講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 題材嘛 那到底漲不漲 他之前是 就是 這邊是做一個頭肩底 把他標記上去 頭肩底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是A點嘛 應該說這是一個點 然後 這個點呢 比左邊這個點還在高 所以說 他是一個頭肩底 沒問題 比他高 平的 平的 或比他低 不要比這個低 都是頭肩底 然後在那時候突破的時候 就 其實這個在很久很久之前是 會員各國 大家看這個地方吧 這地方有講 這地方應該是有講 然後 如果說你有持續做觀察的話 基本上 我講真的 基本上是能夠吃到這個地方 是能夠吃到這一段漲幅的 而是你持續在做觀察 然後當下呢 有現金的話 這一根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回撤 因為我在這間的時候 又把他鑽進去會員各國 但是其實早就已經在 這個地方的時候有去做說明 對 所以說 就是 現在 我覺得這個支撐 我覺得有限不要卡 我覺得 看這一個就好 目前是沒什麼機會了 OK 那我們看這個關卡 我也不會亂無蠱 反正我有講就有講 沒有講就沒有講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沒什麼差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之前是抓 把他段是WD的一個支撐 所以 這條線依然是WD支撐 那這也是蠻久之前的 會員各國 忘記在什麼時候講 反正是在這一段的時候講 所以說在上禮拜五這一根 看起來是 不錯的入場點 那今天 因為今天反彈了 所以我才說上禮拜五 或許是一個不錯的入場點 所以 就這樣吧 目前的支撐 應該看成這個地方 白色線附近 那這一檔應該是沒什麼特別的 那也是一個 下跌蓄勢結束 那 橫盤橫盤橫盤 那終於 可能到了一個不錯的位置之後 然後做一個反彈這樣子 目前壓力先看這裡吧 就這裡到這裡 OK 那看一下這個樂視率呢 那這個樂視率呢 也是我們的 會員個股 因為今天會員問我 我還特地去問說 你是要問怎麼停力嗎 因為我們只有抓支撐 我們只有抓支撐 那基本上呢 入場點是在這裡 上禮拜講過好幾次 我應該說之前就講過 入場點是在這裡 講過幾次啊 這裡或這裡 對 然後最後是 往上走 然後 如果說我抓W的話 第一波 長幅滿足是到這裡 我沒抓說的話 是這裡 但我沒有全然相信 這個 滿足點這種東西 那基本上 應該先看那個缺口吧 然後 就看不懂壓力在哪裡 講真的看不懂 對 看不懂那承認看不懂 所以目前是這樣看 對所以 因為這個會員應該 這個會員沒有買 所以基本上我不知道講給誰聽 講給其他有買的人 但是其他有買的人 我又不知道壓力在哪邊 反正就是有上去嘛 那 手上有單 10%先賣 那再來看能不能持續放 這樣子吧 我個人的想法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聯羽的部分 那聯羽部分之前也是 滿可惜的 滿可惜的是 他突然噴得太快了 也沒有機會去抓到他 那這檔部分 我切開來看 應該是在這裡 我之前 對對對 我不應該把他刪掉 我框起來這個位置是那個 那個 處置 處置交易 那處置交易後來 他這邊有做防守 在2月23號 突然有個量 然後鎖住地點 所以目前應該肉眼能夠看到 你們能夠看到 然後應該是說 這個小朋友可能都看得懂 的資深就在這裡 但是大人呢 卻喜歡追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說 股市呢 搞不好你給你 給你家小孩操作 搞不好都比你還好 這之前 有人還去真的是 做過這個實驗 當然不一定 如果說你讓他學一些 阿薩布魯的一些技巧 那當然是沒有用 好那 現在目前看起來其實 就沒有辦法 得知道些什麼資訊 那3月9號這邊是一個 高檔爆大量的一個位置 然後高檔爆大量結束之後 後面是有 剛好可能遇到上禮拜的一個 下修 整個都在休息 那現在呢 我們能夠得知的是 這個大量的高點 應該會是形成一個壓力 我不知道在哪邊 我不知道這裡還是這裡 反正我們要做空 我們要得知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去check這個壓力在哪裡 這裡呢 還是這裡 還是這裡 不要看這個畫的好像不一樣 不要看它畫的好像不一樣 但它其實不一樣 這邊這個點呢可能是某某價格 這邊可能差個0.5 這邊可能差個1塊 之類的 反正呢 目前是看它打到這一根的多少 這一根的多少 然後反覆去做測試 這個測試呢 的點呢 反覆去測試的點 就是我們應該眼睛要盯著的壓力 因為它有可能在這邊打 然後最後下來 打最後下來吧 然後最後如果說在這邊突破的話 就是應該要好事 所以說目前是這裡 跟這裡 不知道哪邊是壓力的位置 目前能夠 我的方法能夠看 只能看到這樣子 那當然你用均線去看的話 也可能看到其他東西 OK 那我們看到這個制翼 那制翼在上禮拜五是不是就已經講過了 我記得我很講過 對啊 上禮拜五講過 這個也是會員問的喔 如果說你沒有去看這部影片的話 還是去補看一下 因為還是反覆的去講 就是 雖然說運氣很重要 但你不努力的話也沒有運氣 所以這個如果說 你是看完之後 你不懂你再問一次的話 就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連看都沒有看你就問 我覺得這個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就是一個 嗯 現在就是先壓下來 然後目前撐那個短撐 這個短撐呢 完全都不會想去介入 因為有可能最後是掉下去的 我個人覺得掉下去的機率是蠻大的 對 因為不會去下這個地方 這上來盈虧比也沒有到很好 對 所以說 個人就會說突破啦 那 對阿 我剛說盈虧比不好這件事情 稍微看一下 如果說你能夠控制你的虧損的話 那當然也OK 也OK 你控制大概1-2% 那疊破瞬間蠻種 如果說你想要做戰鬥操作 我覺得也沒什麼差啦 我沒什麼差 所以說 這邊是一個機會 再來就是突破箱區是一個機會 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紅寶 但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 像這樣子 在這樣子維度的一個支撐呢 底部這個維度的支撐呢 很容易被大盤不好給轉下去啦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因為這個支撐本身就不是一個大支撐 那先掉下去呢 我覺得是非常有機會 因為其實根本就 就像我自己個人就不再想去撐 就是說有些人砸盤砸下來 我根本就不會想要做在這個地方 那講當然了 那其他大戶是不是 在看這個支撐線 會不會也是這樣的想法 有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說可能這地方就是 會有大盤不好就下跌的 這樣的一個因素存在 因為它本身就不是一個 很大級別的一個 一個撐壓的一個地方 好 我們來看紅寶 那紅寶也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這個在上禮拜好像就講過了 就沒什麼特別的 三上禮拜講過 3月9號 3月9號到現在的行情 有沒有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支撐就是支撐 那壓力部分還看不到 那支撐就是支撐 所以基本上 它只是在這個地方 撐作業 這個你看均線你可能被搞得很亂 那我們看這種支撐線的話 就是在這裡 3月9號到今天3月20號 中間經過了大概七個 七個交易式之類的 那沒有任何的改變 對 沒有任何的改變 就是在存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能夠守住 就會往上 沒辦法守住就會往下 聽起來好像廢話 但就是這樣做操作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殉舟的部分 殉舟的部分 後來圖呢 有一個大改 圖有一個大改的一個 程度 那就改成像是這樣子 大維度的 下三角收斂 然後這個地方變成一個 上飄級下跌 我們就會比較明確知道說 平行的壓力應該落在 大概 白色線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這邊是 拉一個三角收斂 然後 蠻明確的啦 蠻明確的是說 那時候突破的時候拉 然後在上禮拜四 砸盤砸到了 這個線 守住 因為我們在一個 三角收斂裡面 我們會彰化 就是我們會抓到這個點 把 這個位置都當作是一個 能夠去容許的停損區 就是說跌破了才做停損 我們也會這樣做 但是你只要仔細一看 你可以發現說 這邊的影位基本上是1比1 那1比1的話 就不應該去做操作了 因為 你的勝率 要高 一定要高出50%以上 那你的獲利才會是正的嘛 那目前看起來呢 我覺得 比較有興趣應該是突破這裡吧 突破這裡 那 不然的話就是這裡的 不然的話是這裡的 看自己怎麼去想吧 因為這裡到這裡的趴數 就5%而已 沒有到很漂亮 反而是 這地方拉上去這邊 比較多一點 不過也沒有到很多趴 它的整體就是 走這麼的小 那接下來呢 我不敢說 未來它還會在哪邊 但是 接下來如果是行情 沒有太大的變動的話 我覺得至少 有一兩個禮拜 應該會在這邊走吧 我個人覺得吧 對吧 好 我們來看這個 我應該是看不懂的一檔 我剛剛是直接點選 因為我想說 它後面寫一個創 我是一個新創榜 對啊 這應該是看不太懂 我們看一下一個小時吧 這個問的這個 太看得起我了 因為 這個理論上 理論上應該是看不太懂 嗯 把它想像成這樣子吧 這樣子吧 就是這一條 那 這邊是有經過 一二二 而且是一個小時 不是天喔 如果是天的話 那這個級別看起來是還不錯 那是一個小時 所以說 這一根有來做測試嗎 那這一根有做測試 這一根突破之後 這一根拉上去 所以說 大家可以抓到這個地方吧 可能是支撐 但這個是非常短的 因為 它的這個 就好像 比如說是 五月起的期貨 還是什麼全正 就是很少 就是可以放很少根 對啊 所以沒有到非常大的一個 確認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吧 那我們剛剛其實 有看一下 就是這個地盤好像 還沒有去砸破 這些支撐性的存在 這是納指 那比特幣 剛剛 剛剛收盤之後 還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就價格摸到更高的價格 這樣子 所以其實整體市場 應該還算是不錯 主要是看你挑的個股 是挑哪些 其實真的蠻多已經 因為上禮拜的大盤不好 而去破線 中度出貨 這樣子 只有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 大家挑選個股 真的 要停損的 該停損就停損 停損之後 把這個資金拿到一個 更好的個股去做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好 好啦今天就到這邊 各位 那就明天見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